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,南市人事处长旭英峰即将退休,他是全国唯一同时具备民政、财政、人事跨欲历练的人事首长,43年全数考记家等,代理市长李孟雁颁颁赠退休奖牌,行政院长赖清德更录制祝福影片,肯定他对南市的奉献,旭英峰可说是人世界的奇葩, 是全国唯一同时具备民政、财政、人事跨欲历练的人事首长,即使在台南县市合并之初,面对最难处理的人事、原额等棘手问题,总能以多元思维,在市府及组织需求的填评上全力协助。 李孟雁颁表示,因此时任台南市长的行政院长赖清德破除官说,推动用人为财,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下, 许英峰接下台南县,市合并后的首任人事处长,在业务推动上深获肯定, 市府表示,旭英峰一路从基层做起,毕生的公务生涯全部奉献给南市,创造许多台南第一的佳季, 个人更是拿下各领域的专业奖章、奖项,43年公务生涯全数靠记甲等,90分以上更是不计其数, 可谓是政府机关人士行政体系的活字点。